那时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日本 第二次是一 第二次 第十五 如果没记错的话 十一赛 对 在埃德蒙顿 然后第三次第十一 其实好多运动员在背后的时候 这个就是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那时候中国运动员还没有在这个层面上 除了神怒以外 然后再往前就是世贸赛第四 从十一就到第四 对 然后是第一 第三第二 其实那一年就是中间有一个奥运会 98年 98年 对 98年有个奥运会 中间有个奥运会 奥运会前有个总决赛 我俩就进入到总决赛当中了 进入到总决赛 你就等于进入了世界的一流水平 可是那时候的一流水平 真叫一流水平 除了我以外 所有人都拿过世界冠军 所以那时候总决赛军 那个我们的那时候领队 那个任鸿骨 他那时候是我们领队 然后包括我们教练带着我们去 说你俩就必想跟人家竞争了 人家都是世界冠军 咱们随便滑 所以很放松 包括到了奥运会 奥运会以后也是 对吧 98年到奥运会 说这就必想赢了 咱们挠一个试一个 就你等一个 就挠下了一个就赚一个 所以那次的奥运会是第五赢 就没想到还赢了一对世界冠军 对吧 所以接下来的那节 那个世贸赛 其实是奔着前三去的 其实从整个我和洪博的运动生涯来讲 确实是从世界第二季一步一步熬到上面 那个日子 其实那个阶段很难 一直都不受国外的认可 就是你怎么想讨好他 怎么想按照他的想法来做 你都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熟悉的是不一样的画面 当你的出现的时候 可能你的画面是给他不一样的感受 他是需要一段接受的一个过程 毕竟这个项目是欧美起源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很少能看到这个亚洲人的面孔 即使出现了 也只是零星的一两次 或者是那么几个人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间 是需要要对裁判 对你有一个认可的 因为就像我们一个 不管是一个好作品或者怎么样 你都需要别人的认可 是有一段熟悉和了解的过程 所以那段时间每次回来 都在找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然后来总结来提高 我觉得对我们两个内心来讲 转变是徐徐渐进的 一点一点的 你肯定是有前面的积累 然后才有后面的变化 所以可能外界是通过这一套节目 觉得我俩的变化程度是很大的 是突飞猛进的 因为那一年确实我们在 备战2002年冬奥会之前 我们就在征求国际采判的意见 说我们如果再上 我们需要有哪方面的提高 他们给我们反馈就第一难度 就那时候我们难度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他说你需要提高难度 第二你需要提高艺术表现力 所以艺术表现力这是老生常谈 然后那时候有难度 那我们就突破四周 其实艺术表现力说着很简单 但你理解起来和做起来 你在这个竞技体育场上 高难度的技术的同时 你在完成这些时候 那就是难上加难 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练的时候 两人先练对视 那时候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很腼腆 而且很内秀的那种感觉 你一对视的时候 两人当场就笑场了 或者对视滑一滑脸 脚底也扮一曲 就摔得天翻地步的 但我们那个时候 编排图兰朵的时候 我们请了陈维亚老师 所以他那时候也起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 因为编排完了 是国外的一些大牌的编导编的 编排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每天再按编排的动作去练 很规范 没有灵魂 然后我们的这个老师呢 还有教练呢 就是说 那做得很好 但是总觉得差一点什么 我说那我差什么呢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 我到底差什么 就是你没有内心的喜 如果是你纯外在的话 即便你的舞蹈姿势再美 你也就在那儿画动作 表现就是比昏动作 就完全看不到一个 灵魂深处的一种你的思想 那个时候他来以后就说 我不懂花样花病 我也不给你们改任何动作 我只给你讲音乐 你这一段音乐 它表现的是什么 他演奏的方式 他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内涵 那你这个时候刚开始 你就是一个高傲的公主 一定要记住 你是个高傲的公主 红伯是个王子 那你的王子 是一个落魄的王子 你是跪拜公主的感觉 所以当你有了这些内容 有了这些内心戏以后 又觉得我每个手势 我不变 手势不变 动作不变 但是我的做的时候 就一定是高傲的 我永远连看你我都不看你 我藐视你 那他所有的动作 就是膜拜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那个 当我们练到一定程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这个艺术上的一个提升 在美国比赛 我们的训练的时候 是有开放的 就是对外售票的 有很多的观众在现场 而且我02年奥运会的时候 在盐护城 所有人都看着我在场上 做那个泡沫那四周跳 但是很遗憾 落出去很长一段的距离 最后摔倒了 所以一拖鞋以后 到了这个 就一直开始 就知道肯定是扭伤了 就开始冰服 脚已经下来就开始 就肿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穿那个冰鞋 全是皮的 特别的硬 特别的裹脚 所以当你肿出 一点的范围 就根本冰鞋 也没有那个地方可以放 一出岸上就夹的特别的疼 其实可能很多人心里想的就是 就是那个退赛 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如果再出场 一定是奔着世界冠军去的 因为我们练得很好 就是为了想蝉脸这个世界冠军 第二第三拿了好多年了 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练得那么好 我就不想说放弃 我觉得我 我完全可以 只是这个脚现在不行 那一晚上 我就在休息间睡了一晚上 因为我旁边还有其他的运动员 我也不想打扰人家 就一直在折腾 一会儿就腾醒了 然后扶着兵 绑上缠上绷带 因为不让他过多的去肿胀 越肿胀越不好吸收 所以还是就是 我们对于 我们对于那时候 他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就决定最后说 他说我有个办法 你要不要试试 我说什么办法 打麻药 他说打完麻药 你就没有感觉了 没有感觉就不会痛 我说那试试啊 我那时候想好了 如果划了第几个动作 你要不行了 我就上裁判的举手 说我不划了 是我们第二年划托兰多 从整套的编排上 艺术上和感染力方面 我会更熟练 更有精力去融入更多的表演 以及我的技术动作 第二点呢 就是我练得非常好 我从平常的训练当中 很少失误 那其实就给我一个很强的自信 我怎么划 我都能在我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我就想 主要我脚不疼就行 主要我没有感觉就行 但那天说试了一次麻药的时候上兵 我才发现人打麻药 不是说你想象那样不疼了 不单单是不疼了 是是达到这个目的了 但你就像一个 嗯怎么说呢 我在平时像瘸子 然后是膝盖一下 因为麻药它是会串的 是膝盖一下到脚 没有任何知觉 你就不受你控制 然后那我肯定要试了一些难度动作 我才知道最终行不行 做难度的 每个落冰都翻身 我说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就是正常落冰就翻身 因为你一点的知觉 一点知觉都没有 所以有个红果手 我说你滑的时候 你扶着我点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滑都滑不稳 所以 所以但是我感觉 我可以能掌控这种 就是我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场平常好是给我一个 跟这个 去适应我膝盖以下 没有知觉的这种身体 但它还是我的一部分 想听更多升学故事 请关注下期冬奥畅聊